大家好,你現在收聽的是B頻道 《家家有本上念的經》 我是茵陽師傅 我是全燈師傅 大家好 燈師傅,你今天準備跟我們分享些什麼呢? 今天的題目呢,可能有些人就會覺得 出家人,你講這個題目,關你什麼事? 你說什麼?關不關我事? 就是關於比如說一個家裡 比如說有丈夫有外遇 甚至太太在外面叫什麼? 不是黏花野草,是叫什麼? 是男的,是黏花野草 是,女的叫什麼? 突然之間都忘記了 是 紅杏出場 是的,這個家裡有這樣的事的時候 是不是應該我們出家人來講的呢? 關我們出家是什麼事? 可以從一個輔助的角度 我們冷眼旁觀看回他們 楊師傅,最近好像 不是最近了,近很多年 都好像很多這樣的情況出現 你應該都遇到屈小吧? 香港的這個家庭被破壞這個問題 哎呀,我想每天都講不完 是 近這二三十年來 香港有一個很大的社會衝擊 沒有辦法 這個時勢是這樣 太近了,太方便了,太便宜了,太容易到手了 等等都是製造這個現象的一個機緣 是 變成了很多家庭是受到很大的傷害 嗯 那我自己見有些人呢 她 當我說丈夫出現問題先 是 丈夫出現問題之後 她的太太整個人不知所措 嗯 那有些呢,她會是 知道了之後 她痛定思痛 很想辦法 她願意委曲求全 犧牲一切 想挽救那段婚姻 哈,但很奇怪地 她越是 想挽救 是啊 好像對方看通了她的心 嗯 現在才知道我好啊 她越是這樣的情況下 即她 對方就越是不想回來 嗯 我見很多 很奇妙的 你越是想她回來 你熬了湯啊 你低聲下氣啊 再什麼一些說 我什麼都不計較啊 你不計較的時候 對方不會珍惜你 是 那這一種是 我們比較見到他們 處理得很吃力很辛苦 是 即是家裡發現有這樣的情況之下 至少他們想挽救這一段感情 甚至是要保住這個完整的家 這個是他們一個很善良的願望 嗯 要保住這個完整的家 那如果當我發現他家裡有小朋友的話 是 我都是很極力去 去贊成他們 去提倡他們 要這樣做的 是 因為你都大人了 丈夫也是你選的 是 這段情的變化 是我們始料不及的 好了 小朋友 如果你都覺得難受的話 即是你作為太太都覺得難受的話 小朋友要面對父母 情變 分辨 家辯 他是承受不了的 即使有很多表面上 他好像很大方 很不以為意 譬如繼續玩他的電腦 繼續看他的電視 繼續吃他的東西 但是你不要以為對方是沒事 對方是 擺出一副 萬不驚心 這樣的態度 其實他是更加在意 有一部分就是這樣 而一部分就是 小朋友 他聽到之後 一知道之後 他反應很大的 如果他知道爸爸做得不好的話 他會馬上對爸爸有一種 很抗拒 很排斥 甚至很反叛 很親恨的態度出來 所以無論是怎樣的時候 那位太太她選擇 維護這個家庭 保護這個子女 我很支持他們這樣做 但是我勸他們 不要有一個妄想 就是你不要想著 你可以低聲下氣 對方就會有機會回心轉移 不是的 你只不過是保住 保住現在這個家庭 是為兒子的 或者是為女兒的 為小朋友著想的 保持這個完整家庭 保持到什麼時候呢 到他們年紀大 可以作主的時候 你自己可以為你自己 再作打算 所以這裡是看到 就是當這個家 已經有少少動搖 可能一支柱 已經不是那麼穩陣的時候 另外一支柱 就要擔起上來 將這個責任 將保護這個家 甚至是對這個家的責任 要更加扯起上來 是不是這樣 但是說真的 那位太太 或者是做太太們 在面對這樣的情況下 她的壓力是非常非常之大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奉是丈夫有外遇 就是這個家 特別是被子女知道 其實子女很快知道 因為如果丈夫有外遇 一定是很多時候很晚才回家 甚至不回來 這樣 子女是會知道的 當她知道了的時候 他們很自自然 因為父母在他們心目中 是一個很正面的形象 譬如很多時候有些小朋友 他覺得父母簡直是英雄的 突然之間發現他們 原來背後是這麼髒 甚至乎他們的說話 是這麼卑鄙的 他會覺得這個世間 沒有人再值得他信賴 他會放縱他自己 於是他會不聽話 一不聽話的時候 他的對象就是媽媽 他會覺得是 媽媽是罪魁禍首 令到爸爸離開這個家 又或者他會覺得 媽媽你現在為什麼這麼囉嗦 爸爸已經不理我了 你為什麼會這樣 整天來阻礙我 整天來批評我 整天來限制我等等 他不知道媽媽這個是關心他 又或者他覺得 你們兩個大人 為什麼我 未經我同意生我出來 現在你們又未經我同意 就拆散這個家 是的 又將我得到的這麼溫暖的家 你們一手又要毀了他 所以他會找很多藉口 將那種不滿發洩在媽媽身上 在這個時候 這一類的太太是很痛苦 那個情緒是沒有辦法舒緩的 我見過很多個 他真的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那反過來 又到這位太太 又綁了另一個結 一個什麼結 就是 丈夫這樣做 已經對我這麼大傷害 現在連子女都不生性 又會將所有責任 所有矛頭 又止在我身上 無論我怎麼做 這個家 所有負面的 所有不好的東西 都是要我擔 就會覺得很不值 很痛苦 是不是很苦 其實每一個成員 在這個 在這個局面 其實每個人都苦 但是沒有辦法 當一個人做了不負責任的事 其他人就是必定是要受苦的 所以我們不要小看我們每一個人的力量 你可以令到你家人很快樂很幸福 同樣你都可以令到他們生不如死 那身處這個水深火熱的一個局面裡面 我們要怎麼去轉化呢 怎麼去將這個傷害感到最低 所以我只能夠勸他們 我自己是感同身受 他們是很苦的 只是勸他們有耐性 你將你的目標就是 你照顧好你的子女 到他們大了 你要給自己另一條生路 到那個時候你才可以 有出人頭地 心境 你才可以出人頭地 在現代這個時候 即在現在那個時候 你只能夠忍耐忍耐再忍耐 那你可以去 譬如找一些進修的課程 如果你還有精神 有時間的話 有能力的話 否則的話 你多些時候在家裡 照顧好家裡 這個虎都叫做 希望他 以後有一個代價 就是 兒女長大了 他感受到媽媽這份真愛 可以的 他們現在就算幾半億都好 到他們長大了之後 真的長大成人之後 他們會回心轉意的 會知道媽媽原來其實為他們 但是在當下那幾年 他一定 這位太太 這一類型的太太 一定受盡苦頭的 因為所有不滿的矛頭 都一定是指著她的 所以這個都 都不算是苦 起碼他有一個日後 可能是十年 可能是十五年 甚至可能是二十年 他都有一個叫做 自我解脫的機緣 但有些他不是的 是怎樣的 其他的情況是更加苦呢 有些人他會放縱他自己 放縱他自己 第二類人就放縱他自己 是 就是怎樣呢 你出去花天走地 我就出去又搞三搞四 這樣的情況下 就反過來 如果父母都這麼不負責任的話 那些子女受苦了 很可憐 整個家還散得那麼快 散了 那我也見過 有幾個是這樣的 哦 媽媽可以 還有青春 還有活力 還有知識 她在外面花天走地 甚至乎和其他男人住在一起 只是放縱家用 放縱學費給子女 好了 到頭來子女會變成怎樣呢 她會更加放棄她自己 更加放縱她自己 一個父親做得不好 好了 媽媽比爸爸更不負責任 而她的子女一定是會比爸爸加媽媽 加上來的更加不負責任 對自己 她會放棄她自己的一切 所以又引申到很多社會問題 青少年好 甚至影響她一生 這是第二類型 是 還有第三類型 還有第三類型 她們就會日怨夜怨 覺得自己絕路 想著說著想著的 都是對方忘恩負義 數來數去 跟她自己的親戚朋友 一見面就以淚洗臉 日哭夜哭 覺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受委屈的 最不抵的 不得振作 就是這樣 用怨恨來過自己下半生 你見過沒有 有這樣的例子 是的 我通常這些 我就會 在她初期的時候 即是說丈夫有了外遇的初期的時候 我不會怎麼勸她們 勸了之後發現她沒有辦法起床的時候 我不會再勸她們 為什麼呢 因為那分鐘她很強的力 她是沉醉了在那份自怨自艾 還有怨對方那種情緒那裡 沒有人能夠把她拉起的 她會對所有人 所有事 所有物 她都是用同一個方式去處理 你跟她怎麼說 她都是回歸於 我很慘 我很不抵 我現在怎樣 她雖然問我現在怎樣 我可以怎麼做 但你教完她之後她不會聽的 聽不入耳 聽不入耳 那我呢 通常我就由她 先給她一段時間 讓她吐一段時間 讓她自己沉淪沉迷一段時間 一段時間之後 她能不能夠再重新做人呢 要看個人福德 通常這些人很容易有抑鬱症的 那她就很難搞了 有一輩子 很浪 很浪 很可惜 還有第二四類人呢 還有第二四類人是怎樣呢 請繼續說 你又很想知道 當然 我們很多時候都會發現 有第四類人 她是會把所有責任 譬如她會歸納於扔在她自己身上 覺得自己當然又不夠人漂亮啊 又不夠人溫柔啊 又不夠人年輕啊 她會把很多負面的東西 放在自己身上 很自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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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自卑得來 她跟著她就怎樣 沒有辦法再重新做人 她又會很迷失她自己 是 那我曾經聽過有一個 就是說 她的先生的確有了外遇 但是很快就反省了 那她就 這位先生很不說得 就自己在太太面前呢 她自己都哭過 很內疚 然後就向太太表白了 講清楚 我是真的這樣做了 然後我現在會審轉移 我知道錯了 甚至在自己的家人 子女啊 父母 甚至是親家 那裡都講明 我做錯了這件事 現在我很抱歉 我回來了 狼子回頭了 那她應該屬於哪一類人呢 這一個案子 我們又當她第五類 很幸運 但你知不知道 通常有這樣的情況 又引申到她的太太 她有些太太 她有點像我們第四類的人 她覺得她自己很不值 很不及別人 比不上 但是一自卑的人一定自大 一自大的人又一定自卑 雙父雙成 她不會原諒她的先生 聽過沒有 她不原諒對方 於是咬著 咬著就是 你為什麼這樣對我不住 其實她內心裡面 一定有一種她自己 不如人的過去 可能她有第二段婚姻 就是這位丈夫 是她第二或者第三段的丈夫 又或者她的過去 總而言之很窮 甚至乎一生都被人看不起等等 當丈夫一做出這樣的時候 她不會放下自己現在的一切 去再投入這段感情 她會怎樣呢 追究到底 不放過對方 不原諒對方 無論怎樣說 即使對方已經說對不起 已經認錯 放下自己的所謂的男人的自尊 她還是不放 她不單止是認錯 甚至對方真真正正已經改過自身 已經沒有了這一個行為 她都不會放過的 她就會一路一路 只是沉醉在 你對我不住 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那搞到怎樣呢 如果那個丈夫 真是回心轉意的話 真是知錯的話 有這樣的人 你不要以為普天下的男人 都是負情負義 很多人真的這樣 有時候她一下子忍受 抵受不到引誘 她真的做錯了 做錯了之後 她又良心發現 她又很想怎樣 從頭再來過 有些是自己去跟太太認錯 自首說出來的 好了 她想不到太太是會 這麼激烈的反應 那有部分是被太太發現之後 她真的知道自己錯 等等之下 好了 如果是真是知錯的男人 很苦的 你知道嗎 很苦的 無論對方怎樣說 她都是不原諒的話 很多男人是 直接寧願自殺 或者寧願我離開這個家 那我處理的時候 我經常勸他們 你們千萬不要這樣 終於那個家 不是被那個男人毀了 而是被這個 這個所謂做媽媽的 做妻子的人毀了 所以我很強調 你們到底想怎樣 到底想怎樣 當然 風平浪靜 沒有任何不好的事情發生 當然最好 但是如果發生了 已經發生了 我們怎樣去處理 怎樣去補救 這個是我們做太太也好 做丈夫也好 甚至做子女也好 我們要面對這個責任 是的 所以楊師傅事上說的就是 兩去取其輕 不是我說的 這句說話是很多人都說 但是給我一個很大的人生的經驗 和力量 當我要衡量一件事的時候 我就拿這句說話 我會衡量一下 這樣做的時候 結果是怎樣 這樣做的時候 後果又會怎樣 所以如果電腦身邊的朋友 你真的有發生 家裏有這樣的事的時候 你一定要衡量 一定要衡量 你到底想要 你自己下半生是怎樣 如果對方已經回到你身邊 你要怎樣處理這段感情 怎樣再重新修補你這個關係 你要散很容易的 很容易的 大家上律師樓簽張紙 不用再爭拗這麼多 你簽張紙就搞定了 但是如果你真的很想你下半生 你再給多一個機會自己 也給多一個機會別人 再共謀這個幸福的話 你必須要放下你現在這個身段 放下對方是犯過錯 有些人錯完之後 他會再錯的 但是有些人錯過一次之後 他永遠不會再錯的 有了這種情慾的免疫力 那你要看 不可以說是絕對 不是說他永遠就不會錯 也不會說他錯過一次 以後又一定會這樣 不一定 要因人而異 所以我們 你願不願意再給大家一個機會 這個是前提 所以我們不要錯失太多機緣 其實現在我們看到的 那些回教徒 那些馬歷人 他們還沒結婚之前 一定要上一堂課的 就是說你結婚之前的一個 所謂的預備班 你上了之後 你大概知道你要成立這個家 你要顧的是什麼 我好像沒聽過 香港都有 香港都有 但是那個課程深淺 時間 效用 我就不知道了 不過以現代人 那個情慾 他受這麼大的挑釁 這麼大的引誘 我估計 即使那堂課 給他們很深刻的印象 或者時間很長 都敵不過他日後遇到的吸引力 是的 他會很自自然然 將自己那種 無論他所說的壓力 或者是 因誤會而結合 因了解而分手 這句說話 他應用在他的婚姻裏面也好 怎樣也好 在那個時候 他都忘記了之前 所受的訓練 或者他忘記了自己的責任 所以我們見很多人 以前就用很多宗教的力量 宗教的力量去抑壓自己 不如其他宗教的信徒 是不可以離婚的 所以他會由頭到尾 他無論幾副都好 他都堅守著這個承諾 他都捱下去 但是現在我們見很多 無論在哪裏結婚 你用什麼儀式結婚都好 他說來就來 他什麼東西都不洗手 即宗教對他們 已經沒有了一種約束 甚至沒有了一種力量 這個是真的看自己的那種壓壓能力 因為好像在佛教 我們最基本的這個界 五界裏面其中一個就是 不去有夫妻之外的一個性行為 一個關係 如果我們受了之後 受慈了之後 我們是不是真正可以去守著自己 因為我們說這個界是保護我們的 即使有這個人又出現了 我們知道我們是不可以去超越這個界限 所以我很鼓勵佛教徒受五界 用心自己去約束自己 這個是無形的力量 也是給我們建立一個家庭幸福 一個很堅穩的基礎 所以當他是佛教徒 我所知 當他有越軌行為 或者他有做錯的時候 他會覺得自己對不起佛菩薩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心理的力量 讓他能夠早點會警醒自己 所以如果你是妻子的話 你應該鼓勵你先生去受五界 如果你是丈夫的話 你又應該鼓勵你妻子去受五界 大家在道上會 在法的道上會 我們會少了很多 現在的現代社會 很多我們想像不到 或者我們不希望他出現的 一種不好的現象 特別是我們明白 佛教徒我們明白 在這一生人 和我們身邊的伴侶遇上了 我們都叫他做同修同修 一同修改我們自己 由過去到現在不好的行為 多好啊 既然是同修的時候 你很難遇得上 於是我們就會把情念 慾念 放得稍微輕一些 我們把目標擠在修改自己行為 這個真是一個很好的idea 即是說我們遇上 在這個人生路上遇上了 那對方和我們成立一個家 真是叫做同修 這個所以不是說 向負面的這個方向 繼續去搞錢不清 那就是這個是一個很好的 是啊 所以呢 我們要知道 善始要善終 每一個人進去結婚 行禮的時候 一定很開心 很開心的 大排言借 大宴親朋 請人家替你高興 但是很少有人 在離婚的時候 一樣是大排言借 請你的親人來為你慶祝 因為你知道 你身心可能會受到少少傷害 既然是這樣 我們好好保護自己 從我們的心的戒開始 有些東西我們是 道德的觀念是不可以做的 我們知道我們要戒 戒我們自己 最難寫的應該寫 最難戒的我們應該戒 是啊 所以大家 我們每一步都要做得很謹慎 真是思考過三思以後行 善始善終 我們下星期再會 再見 拜拜 拜拜